欢迎观看大厢农业无人机波洒系统安装教学视频 T40与T20P波洒系统除波洒箱溶机不同外,其他可通用 波洒系统包含波洒盘、波洒箱 首先,为了避免肥料对喷洒系统造成腐蚀 今年将流量剂、水泵全部安装在喷洒箱上 随着喷洒箱一次性换下 下面将解具体拆装步骤 首先,取下水箱保护罩 再分别拧下水箱左右两侧螺母 将水管与L型连接口断开 并将飞机上的水管插入关卡 断开飞行器下侧负载总线 将喷洒系统从机身上方取出 收好喷洒系统已被喷洒使用 将波洒系统从机身上方放入 注意放置的角度,连接负载总线 波洒系统安装完毕 将电池插入飞行器 分别开启遥控器与飞行器 确认飞行器与波洒系统升级至最新版本 如未升级最新版本,应先升级 升级时,注意飞行器电池电量在50%以上 完成上述要求后,在遥控器执行作业选项内 点击左上角模式选择按钮 选择左下角切换为手动作业 选择左侧图标修改仓口大小 波洒盘转速 手动开启遥控器喷洒 波洒按键 检查波洒系统运行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